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交客户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那我们大家在营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 所有的业绩能够做好的人都是他处理问题处理好的人 对吗 最好的销售是什么 就是给客户一个购买的理由 所有人没有跟我们合作的根源所在 就是他内心的问题没有被你解决掉 所有人没有跟我们合作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对我们的公司产品或者是对我们不信任 所以才没有与我们合作 第二个原因就是他对自己不相信 所以他才没有跟我们合作 我们在整个营销的过程当中 你卖的产品有多好 公司多有实力 系统多有力量 这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要明白 对方也就是我们的准客户 他的内心里边他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你能找到他的问题 你能解决他的问题 他就一定会跟你合作 那处理反对意见 我们有一个标准的流程 我们所有的企业家 包括电视机前的你 只要你按照一个标准的流程正确的去复制 去做 你就可以成为这个行业的专家 成为行业的顶尖 那在营销的过程当中 什么样的问题叫做反对意见 客户会不断的提出不同的反对意见 但是不管客户提出什么样的反对意见 我们都有一个标准的处理模式 处理所有的反对意见当中 我们有三个步骤 那么第一个步骤叫认同 第二个步骤 记住在客户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 你一旦没有认同 直接跨到第二个步骤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很容易产生争论 那么处理反对意见的第二个步骤 我们把它称之为发问 第三个步骤叫说明 那我们处理反对意见一共有几个步骤 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 认同 第二个步骤是 发问 第三个步骤是 说明 一定要把它刻在你的脑子里 其实任何问题 你只要用这三种模式去处理 它都可能变成不再是问题 而且是成交客户的一个最好的理由 我们在营销的时候经常讲这样的一句话 闲货才是买货人 最怕碰到的是这个客户 什么意见都没有 什么都不说 然后还不买 那才是最难的问题 无论他提出任何问题 记住 只要你以三种标准来处理 你都可以处理得非常标准和非常专业 我在销售的过程当中 我是这样看待反对意见的 第一 我认为反对意见是上天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没有问题 我们就永远没有成长的空间 之所以我们的能力能够比别人强 那是因为我们遇到的问题比别人多 你们认同吗 那同样 今天在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怕遇到任何问题 但是我们却还怕 遇到问题 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和解决 所以大家要记住一点 无论你们遇到任何一个反对意见 你都要相信一点 问题不是针对什么 你们而来的 对吗 对 问题是针对任何人都会出现 绝对不会是因为你做这个生意 就会针对你 刚做第一天的生意和做一年以后的时候 你们所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 公司有没有实力 产品好不好 我不需要 我不感兴趣 等等类似的问题 只要你经营这个生意 而且你还会发现 反对意见不是因为我们金元这个生意才会有 任何行业都有反对意见 做房地产卖房子 库克有没有反对意见呢 说这个风水不够好啊 楼层太高了 楼层太低了 房间不够大 或者是主卧不够大 客房不够大 客厅不够大 有没有 他会告诉你大环境不够好 小环境太差了 所以他在购买房子的时候 也会提出一堆的反对意见 你说那算了 我就不卖房子 我选择卖汽车吧 卖汽车也没有反对意见 车价太贵了 等待买吧 因为现在车都在唠价 这个款式不适合我 这个没有气囊 所以他会告诉你 他会在任何时候 在买任何产品的时候 他都会出现反对意见 那你说算了 这些东西都不好卖 我听说保险这个行业不错 我去做保险吧 做保险有没有反对意见 做保险的反对意见更多 这些都是骗人的 买保险不吉利 不适合我 这个嫌种不够好 有没有 我看看其他的公司 等外资保险我再买 所以他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你说那算了 我做直销去 有人说做直销 做直销反对意见就更多了 说直销都是骗人的 这种产品都没有效果 价钱跟价值又不符 我不相信这个行业 所以最终大家还是选择 做经营员这种连锁加盟吧 记住 就算我们这个连锁加盟 再适合你 你在营销的时候 你依然会遇到反对意见 别人会说 经营员的公司是新公司 我们不了解他的产品 他的系统好不好 我们也不知道 产品太贵了 你知道Google说产品贵 他是一种习惯呢 一套产品办一万块 他会说什么 太贵了 会不会 好你把他标价八千 顾客看完会说什么 太贵了 然后给他标成六千 顾客看了会说什么 太贵了 标成四千顾客会说什么 标成三千顾客会说什么 标成两千块顾客会说什么 标成一千块顾客会说 五百块顾客会说 假货 所以你会发现在营销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这样 反对意见永远都会存在 但是记住不要那样的以为说 哎呦 所有的反对意见都是针对我而来的 你没那么幸运 你知道吗 所有的反对意见不是针对你们 是针对每一个人 任何行业 做任何营销都会有反对意见 如果做生意没有反对意见 一说人家就买 那这个生意我们的利润也不会很高 同意吗 同意 所以通过学习反对意见处理 首先要明白一点 反对意见不是因为你而存在的 第二点要明白的是 你的成长速度有多快 取决于你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有多快 是不是这样 你的能力提升了 那么你的收入才会提高 你的能力之所以能提升 是因为你遇到的问题比别人遇到的多 同意吗 同意 所以在座所有的人 有人经常说 小剑老师您多大了 我就会问他 你问我的年龄大小 你想了解的是 我只是感觉到 以你现在这个年龄段来讲 你怎么懂得那么多 然后我就说 你认为年龄跟阅历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他说我感觉应该年龄大的人 经历要多一些吗 好了我就跟他讲 你相信吗 年龄不代表阅历 经历才代表阅历 他说也有道理 有的人说 小剑老师为什么我问你每个问题 你不能直接回答我 老师要问我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我说你认为呢 他说你看你又来了 然后我就告诉他 这叫教练式的思维 那我经常会在团队跟企业家沟通的时候 我会问 比方说我会问一个朋友 比方说孙伟老师 你结婚了吗 然后很多时候 他们都会本能的回答 对不对 然后那次我们在下了课以后 我问我们的安娜老师 安娜老师下课以后去哪里 他说回家 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回答我这个问题 他说你问吧 那我说我下次再问你 下了课你去哪里 能不能问他 小剑老师 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我只是想知道一下 你说你想知道什么 是不是 你会发现 所有的问题 都是你没有把它区分以后 才变成的问题 那顾客在 比方说你们在做零售的时候 顾客说 又紧了 累了 痒了 不舒服了 不适合我了 他会出现一堆的问题 但这种问题 不一定就是他发自内心的问题 知道吗 是他随便说说而已 而你就把它当做问题 去解决 他要其实不累了 其实怎么样 越说问题就越严重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记住 什么叫消费啊 顾客花钱 来你这里消费 消为消遣 知道吗 他要来这里消遣消遣 所以他要多说很多 他想说的话 你就让他说完嘛 费呢 就是当他消遣完了 他满意了 他就给你费用 这样好不好 所以你会发现 在营销的过程当中 你明白了消费的最基本的定义 你在做营销的时候 你就明白了 所以客户在提出所有的反对意见的时候 如果你去针对这问题去解决它 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在营销的时候 不相信你可以试试这一招 他就说这所有的问题的时候 你只需要说一句话 你看刘姐 这套衣服穿到很多人身上 都体现不出你这样的品位来 你看穿着的衣服 多适合你啊 气质 太美了 你说完以后 他就说 哎呦真的吗 然后你再看看你的胸形 再看看你的腰壳 再看看你的臀壳 卷子就是为你量身定做 他说好 那就给我包起来吧 有没有发现 他提出所有的问题 你都没有去关注他 而你给他一个购买的理由 是不是他就需要了 同意吗 同意 所以在营销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切记 所有的问题 你只要关注问题 问题就会越来越大 当你不去关注问题 反过来引导他的时候 让他看另外一面的时候 他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小 那举例说明 你在销售的过程当中 比方说 他说 哎呦 这好像不太适合吧 你就说 你看你的胸 马上比以前丰满了 他说 哦 他是不是 看到他的正面的时候 有好处的时候 说是避免了不满意的地方 关注缺点 他就会不买 关注优点 他就会购买 所以在销售的时候 记住 一旦出现反对意见的时候 学会正面引导 理解了 好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谈一谈 关于谈单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出现哪些反对意见 然后我在这里呢 先把标准的处理模式交给你们 交给你们以后呢 可以大家随便提一些反对意见 我现场帮你们用 我交给你们的模式来处理 这样好不好 好 如果哪一位有信心 有能量来处理问题 你也可以现场来到台前 然后一同来处理这个问题 都是可以的 那你来感受一下 学做交流程的艺术 那首先处理反对意见 第一个步骤叫做什么 认同 一共是三个阶段六个字 认同 发问 说明 一共就六个字 三句话 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 包括他说 我感觉我不太适合这个行业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说什么 第一个步骤应该怎么办 他说我不适合这个行业 你第一个步骤一定是认同 而不能说 不不不 你太适合这个行业了 你只是不了解你自己 我太了解你了 你竟说废话 他自己都不了解自己 你还说你了解他 是不是他马上就不舒服啊 如果他跟你说 我不太适合这个行业 然后你马上就说 确实我也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发现 无论从沟通 还是教练过程当中 不是很多人都能做这个行业 他说就是嘛 所以你看我不行嘛 然后接下来我就会问他 那你认为你最主要 你认为哪几点你不行呢 他说你看我口菜不好 我现在又特别忙 所以我认为我不适合 我说那除了这两点以外 还没有其他的原因 是你认为所不行的呢 没有了 口菜不好又没时间 就已经没法做了 我说如果这两点都不是问题 能够把它解决掉 或者两点反而是你的优点 你认为你会做吗 怎么可能呢 我说如果可能 那当然会做了 我说你看 你认为你没有口菜 你知道你做这个生意 成功率会比任何人都高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啊 我说你想过没有 所有做这个生意 没做好的人 一开始做失败的人 都是说的太多了 我说你让你说 你都不会说 所以你的成功率就比较高 你只能说我教你的 那倒也是 然后第二点 我说又跟他谈到 我说你看 你认为你很忙 那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 愿意做事的人才很忙 对吗 他说对啊 所以做事是第一目的 第二目的是要结果 对吧 他说对啊 同样做事有更好的结果 你也一定会选择 对吧 他说那倒也是 我说所以你看 我们在以后这两个理由 主可以让你做这个生意 你同意吗 他说那倒对了 所以他就做这个生意了 同不同意 现在这个行销的过程当中 反对意见就是 我们讲问题才是答案 他给了你个问题 就是告诉你 这样你给我解决了 我就可以跟你做了 所以不要把问题当做 一个不能成交的理由 而要把问题当做一个 能成交的理由 这才是销售 处理反对意见的最高竞技 所以第一步的认同 能理解吗 认同呢 有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我们谈到 经常我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九个字 你实在不会复制 你就说九个字 当他说什么问题的时候 你都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你这个问题提的很好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可不可以这样说 你实在不会复制 不知道当时怎么去认同它的时候 你像比如说你说的是对的 他说你们东西不好卖 你说的没错 他说你们这都太不适合我了 你说你说对了 不是这种认同 理解吗 认同只是说认同他的说法 并不是代表他说的是对的 所以我们在认同的时候 我经常会说 你提这个问题非常好 你说这个问题 我非常认可你的观点 不是所有的问题 都要认可他的观点 而更多的问题要谈到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可以了 刚才这个案例就是谈到认同 然后第二个步骤是不是叫发问呢 我经常用六个问句来处理所有的反对意见 那今天就把它复制给在座所有的经销商和领导人 包括电视机前那里 无论你从事任何行业 也许你现在还不是我们金元的加盟商 也有幸看到了这张光盘 那你要感谢给你光盘的人 那么你在这里就可以学到最有效的策略 那首先我们来看 无论你在任何行业做任何销售 当然做金元的销售是最有效的 那我们来看 当他说我感觉不太适合我 他说你们这个生意 我感觉到产品太贵了 不好做 然后我就说 你看你提这个问题非常好 那你认为产品太贵了 是你的理解还是客户的理解 这是我的理解 那你是在那个消费者 还是在那个经营者 我站在那个消费者 所以经营者要的是利润 你同意吗 说同意 消费者要的是效果 您说对吗 说对 如果消费者因为有效果 他不会在乎钱多和少 他在乎的是有没有效 你同意吗 买给的东西没效果 他不会要 有效果的东西多花点钱 他也会买 您同意吗 那我都同意 所以您站在一个经营的角度 卖一个有效果的东西 客户会接受 你就会有利润 您说对吗 那倒也是 然后我们接下来 是不是这样来发问 那他说 比方说我们来谈这个生意 他说 这个生意 我想考虑考虑 我说你看 你提这个问题 提的非常好 那我想问一下 你考虑的有哪些呢 他说我想考虑的 第一 适不适合我 然后还有一点 我认为公司也没有实力 产品的质量好不好 这我都要考虑 然后我说 那除了这三点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 是你所要考虑的 他说没有了 他说公司如果有实力 产品又有卖点 然后如果公司要 系统又能教我的话 那我一定会做 那我就说 假如这三条都具备了 你就会做对吗 他说对呀 然后我再帮他解决 那看我都问了哪些问题 我每次跟客户沟通的时候 都习惯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您怎么看待媒体行业呢 选择一个项目 您最关心有哪些呢 如果做一个生意 对你来讲 哪些最重要呢 产品和公司对你来讲 哪一个最重要呢 好 是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第二个 我问他事的问题 每个人选择一个行业 都会有自己的目的 有的是因为喜欢而做 有的是因为想赚钱而做 您说对吗 但不管是喜欢还是赚钱 最终从事一个行业的人 不代表选择就一定会成功 您说对吗 不管你有没有做成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这个行业当中 有人成功 也有人失败 对吧 不是每个想成功的人 最终都会有成功的结果 凡是达成成功结果的人 一定是做对的事情 您说对吗 那没有成功的人 也一定有失败的原因 对吧 如果能够把他失败的原因改变 把成功的方法再交给他 是不是他也有机会获得成功 您说是吗 如果我们在一起合作 我们发现 不管做任何生意 成功的原因第一 公司实力很重要 第二 产品效果和价值更重要 第三 好的营销模式跟系统也很重要 你同意吗 他说他同意 那你认为这三点当中 对你来讲选择一个生意 哪一点是最重要的 人说小齐老师 为什么你做销售 10分钟到15分钟 从交流最后就落单 那么快 是不是因为我引导的好 我从来不会像某些销售人 乱问问题 你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好不好 要不要考虑考虑 就问那些废话 全都是用废部发出的声音 问的话 所以这些问题 你问的都是往出推客户 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本来你都想做了 您来了 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但是那我就考虑考虑 是不是 第二个发问 叫问事的问题 比如说我没时间 所以现在我们不能做决定 对吗 这是不是一个事的问题 所以由于你很忙 那我相信你忙 也是为了做出最好的结果 对吗 是不是事的问题 那同样忙出结果 你希望能够做到更好 对吧 一个人忙 跟十个人忙的效果和结果 一定不同 您说对吗 如果有十个人配合你忙 和你一个人自己忙的结果 有所不同 您说对吗 同样选择忙 你愿意选择你一个人忙 还选择十个人帮你忙 十个人帮你忙 所以我们十个人 那同样十个人帮你忙 还有十个专家和十个普通人 对吧 你是希望选择十个专家来帮你忙 还选择十个普通的人来帮你忙 那我们这专家来帮你忙 好不好 就又合作了 没有不能被解决问题 只有些问题你不会解决 是不是这样 所以第二个发问是问是的问题 有没有发现我刚才处理所有的问题 都是通过发问是的问题来处理 我没有解释 我也没有说明 对不对 这是问是的问题 第一个问简单 第二个是问是的问题 第三个叫问二选 二选一的问题 你问公司跟产品对你哪一个重要呢 如果你选择一个生意 你最看中的是创办人 还是看中企业背景呢 你看中企业的整体实力 还是看中产品的效果呢 如果你选择一个生意 如果你做一个项目的话 你认为系统重要 还是公司产品重要呢 我都是在问二选一的问题 那同样在做生意 抓住机会 有人想早抓住 有人想晚抓住 那你是希望早抓住 还是晚抓住呢 我会问这样的问题 那同样我们再来学习的时候 我们这次只有十个名额 您是希望第一批 还是第二批呢 是不是这样 就像那个 我们有一些非常好的话术啊 我在发问的时候 我经常问一些正面的问句 比方说 我在销售的过程当中 我曾经问过最经典的案例 二选一的问题 我是这样问的 在邀约的时候 我问我的客户 刘董 你平时周一周五方便 还是周六周日有时间呢 他说周一周五必要忙 周六周日吧 就定下来了 请问一周有几天 七天 我的邀约方法 是周一周五有时间呢 还是周六周日方便呢 就把七天全都约了 他总得给我一天吧 这就是一种邀约策略 然后我曾经在销售的时候 还问过这样的问题 刘董 是决定马上签单 还是立刻购买呢 对方一挠头 不一样吗 他问我 他问我不一样的 我说您说呢 他说一样 我说那然后呢 那就钱呗 我还是没有解释 有没有 我给大家举一个 我在销售的一个经典案例 比方说我作为一个培训师 我推广我的课程 我以前自己在推广我自己 那我跟一个企业家 谈单的时候怎么谈 我一见面我就会说 你看王总 通过朋友介绍 说您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 通过简单交流 我确实有同感 我发现呢 所有优秀的企业家 都非常注重教育训练 那我不知道刘总 你是怎么看待教育训练的 你会发现 他马上就说 哎呀 教育训练很重要 其实他都未必懂 什么叫教育训练 他都会跟我说 教育训练很重要 因为我用了一个话术 叫预先旷式 所有优秀的企业家 都非常注重教育 说我画了个框 一看你就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企业家 你是怎么看待教育训练的 他没路可退了 他只能说好 所以这是一种话术了 然后这个时候他说好 然后就说你看刘总 在以往的一年当中 你们都做过哪些培训 你对哪些培训最满意 对哪些培训是你们所不满意的 然后就听他跟我讲 认可和不认可的点 好 我了解了他不认可 又知道想要的 我第三句话我就问他 如果假设我们在一起合作的话 我们能够帮助你得到 一二三四五 这五就是他最想要的 和同时还能帮助你 做到一二三点的话 那三点是他以前得不到的 你认为我们有没有可能 是你的预选合作伙伴之一呢 他说那当然可以了 我说如果我们选择合作以后 你是希望我们这种训练 一部分的团队来学 还是你所有的团队都来学呢 他说当然请一次都来学比较好嘛 我说那你们以往的付款方式 是现金比较多 还是转账比较多呢 他说我们一般习惯于转账 我说OK 那您看是培训定在月初 还是月底呢 他说月底比较忙 定在月初吧 我们就成交了 六到八个问题就把单拿过来 然后他最后他一交钱的时候 他就说 那万一没有效果怎么办呢 是不是关键时候了 我就问他 那有效果呢 我说如果把我跟你沟通这十分钟 这样的标准话术 让你所有的团队都学会 你认为会不会有效 他说一定有效 一定有效 然后我就成交客户了 所以在营销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处理反对意见 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他所有的反对意见 我们都可以处理 所以我 我之所以能做得好 其实有没有发现 你们现在学的已经不仅仅是反对意见处理了 已经把销售的很多精髓开始学到了 今天你们已经把我的销售策略里面的一个 画术训练的一个环节拿来用了 销售的最高境界不是在卖产品 是在卖画术 所以我刚才用的策略里面 是基本上用在画术跟你沟通 简单的问题 是的问题 二选一的问题 我是不是都有在问 好 那么第四个问题叫锁定的问题 什么叫锁定呢 当对方提出一个反对意见的时候 说我感觉不太适合我 很多时候我们处理反对意见的时候 我们就不懂锁定了 对方提出一个问题 你就解决一个问题 他说我感觉不太适合我 然后就说你看 你提这个问题非常好 那你认为您适合做哪个行业呢 他说我适合做现在这个行业 因为我感觉到我比较熟悉 所以你认为不适合 是因为对我们这个行业不熟悉 对吗 他说对呀 那一旦熟悉了以后 你就适合了 对吧 他说是 是不是又解决完了 他又说 我感觉好像我现在太忙没时间 我说你看 你说这个问题是 我们大多数人都存在的问题 现在所有忙的人 都是那些优秀的人 因为他们懂得运用时间的价值 您同意吗 这我同意 我说你忙 绝对不仅仅是为了忙 是为了要最好的结果 您说对吗 他说对呀 同样忙 如果我们专家来配合你忙 有最好的结果 你也一定会选择 是吗 他说是啊 是不是又解决了 他又有个问题 他说我得考虑考虑 我说你看 通过这一点 我就敢肯定 你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 任何一个优秀的人 在做事情之前 一定会去考虑 考虑说明你用心了 对吗 他说对呀 那您考虑的是我们公司的实力 是产品的品质 还是我们系统能不能支持你的 他说我主要是考虑产品的品质 我说你看 产品好不好 不是靠说的 是靠是的 感觉会比语言快十倍 你体现 你去感受 你体验了产品 产品会告诉你 体验完了以后 如果发现是特别喜欢的 不做是你的损失 发现不适合你 做了也是你的损失 所以去感受产品 你说这样好吗 他说好啊 他说 但是我感觉 我现在没有钱 我说你看 所有的人 其实你这个问题 就是大多数的人问题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没钱的占80% 但是你相信吗 有钱的人是可以不做这个生意的 因为他已经不再缺钱了 往往就是我们这样的人 更需要一个机会和这个生意 因为我们需要赚钱 您说对吗 他说对啊 但是我感觉到 我没时间 我说你刚才这问题说过了 说过了就不能再问吗 你有没有发现 你处理问题的时候 开始把问题重复的处理了 有没有 之所以会有这种效果和结果 就是因为你没有锁定问题 所以我也是通过这么七八年的销售 总结出来的 我已经谈单 能三小时结束都算早的 我一直能把我嗓子缩牙 把对方说死为止 什么叫说死 下辈不敢见我了 只要我打电话 他就跑 然后打到家里 就告诉他儿子 告诉他孩子 告诉他亲人说 只要是那个孙小琪打电话 你就跟他说 我不在 都吓成那个样子 人家走到门口 我都不让走 握着车 拔着他的车 就跟他说 哎呀 我跟你讲 有机会你一定好好聊 我们公司特别好 就这样讲 一直讲到对方 撒腿就跑 走了以后 他就像逃离了一个战场一样 再也不敢回来了 那是那个时候我不懂 我老想是把别人问题解决掉 后来我才发现 越是这样 对方就越有抵触心理 你再解决我还有问题 他越解决问题就越多 最后他就说 其实我最后的问题 就是不想跟你做 这个问题 我说其实跟谁做并不重要 你不管跟谁做 你要的是结果 对吗 就对 只要我能跟你结果 跟谁做都一向 你说对吗 他说那我也不跟你做 所以我一点招都没有了 然后就这样 他说你有本事 就把我的问题都解决完了 我就跟你做 那个时候又不懂 那你来提 提到最后 他实在没有提问了 才给我抬杠 你怎么就能保证 我会赚钱 我说没有人保证 你能赚钱 没有人保证赚钱 我就不做 我说我不是说 不能保证你赚钱 那你什么意思 他就开始敲我话了 后来我才发现 在处理反对意见的时候 语速于到不能太快 只要语速于到一块 马上就让对方有一种压力 他就开始去防范了 处理反对意见的时候 应该像小溪流水一样 慢慢慢慢 让他流淌下来聊天 让他感觉不到 你是在处理他的问题 所以我经常讲 销售的最高境界 不是成交客户 是被客户成交 是让他感觉 他把你说服了 你看我适合做吧 让他有这种效果 你就是高手 同意吗 同意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那什么叫锁定 他说 我感觉我不太适合 我说 那这个问题提的确实很好 那您认为 除了这个问题以外 还有别的问题吗 我又不是很了解公司 我也不知道 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行 那这个问题很重要 那除了这个问题以外 还有别的问题吗 财面质量怎么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也没穿过 也没试过 不知道质量行不行 哇 这个问题特别重要 那还有呢 没有了 那您认为这三个问题当中 对您个人而言 哪一个最重要呢 我感觉产品品质最重要 无形当中 一个问题 说已经把两个问题扔了 如果产品质量很好 公司实力又让你满意 那你认为你会做这个生意吗 第五个问题叫挑战 如果配合你解决这个问题 您认为您会做这个生意吗 他说解决了我也不做 记住这种人往远送 你都解决他还不做 你还解决他干嘛呀 同不同意 有这种人说 你解决我也不做 为啥不做 反正我就想跟你聊 我也没啥事 碰到这种人 你就不要跟他合作 知道吗 找错人了 你找错人 做错事 说错话 问错问题 就会有错误的结果 所以成功是因为找对人 做对事 说对话 问对的问题 你才有最好的结果 同不同意 同意 所以你在沟通过程当中 问锁定的问题 就要问挑战的问题 假如这几个问题 我们都配合你解决了 你认为您会做这个行业吗 您会选择这个项目吗 他说我会 再说明 好不好 再解决问题 所以发问 问第五 第六个问题 就假设的问题 假设问题 你看 是我在整个问题当中 一直有假设的问题 假如我们在一起合作 假如这个不是问题 你会怎么做 假如我们在一起合作 你需要我们做什么 假如你选择一个生意 您最需要 这个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假如你选择产品 您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假如您要做生意 需要找一个教育系统 来扶持你的话 您需要选择什么样的老师 就问这些问题 其实我一直认为 全世界最简单的是销售 而很多人认为 它是最复杂的 很多培训师都把销售细分 复杂化一堆 一堂销售可以搞出一落的东西 专家可以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 我认为销售就两块 就两句话就可以解决 我向来人就问 孙老师 为什么你成功率那么高 你每次摊单都可以达成目标 为什么在短短的二三十分钟 你就能够去把单拿回来 而且都是大单 我认为销售很简单 我见到客户只做两件事 第一问他 如果我们做一个项目 您最想要什么 他说要12345 我问的第二句话就是 如果你要这12345 我们能配合你解决了 你会跟我们合作吗 他说会啊 我就合作了 我们是这样来做销售的 我们一直都是关注对方要什么 然后给对方的需要 所以当你给对方需要的 对方才会跟你合作 你从那里想要自己的东西 他为什么要跟你合作 所以处理反对意见 基本上符合了这几个流程 认同 发问 六问 简单的 是的 二选一的 锁定的 挑战的 假设的 把这六个问题都问完 你就会成为在处理反对意见的高手 什么叫说明 不是说锁定 比如他说 我想 我要 不做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我对公司不太了解 你就问他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除了对公司不了解以外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他说 产品品质我也不是很清楚 哇 这个更重要 那除了这个问题以外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没有了 就是公司的实力和产品的品质 如果这两个问题都能配合你解决 并让你满意 你认为你会选这个项目吗 当然会选择了 那你就签单吧 他就问你神经病 我平时签单 我又不了解公司和产品 同意吗 同意 这个时候就需要说明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说了 技术销售为什么不是不让你说 对方不需要之前你说的都叫废话 只有他想听的时候你说的才有价值 说明就是他需要的时候才说 再说就跟他介绍公司的实力 那么我们来自韩国的技术和面料 那么来自我们最顶尖的行业专家 曼子老师 他是第一个把内衣卖到医院的人 最高纪录可以在八个月的时间 创造1200家加盟店的业绩 最高营业额当月可以做到2000多万 那么我们有专家 我们相信21世纪只有专家才是赢家 有专家亲自教我们 我们就可以成为专家 因为想要成功 必须拜明师教贵友 对吗 所以有曼子老师的专家 加上我们公司的自己的生产线 和自己的技术人员 再加上我们244国际顶尖的教育系统 244系统的创办人 孙小琪老师和他的顾问团 都是亚洲国际顶级的培训师和训练师 一群顶尖的专家 为我们量身定做课程 这样的公司你认为值得我们选择吗 哇那太棒了 然后就说产品 你看刘总 产品好不好 绝对不是我们说出来的 去感受出来 这样好不好 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体验产品 因为感觉会比语言快十倍 当你穿在身上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什么叫好 什么叫做适合你 记住 好不好并不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适不适合你 只要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你同意吗 他说我同意 那就带他去试衣服 试完衣服以后 他感觉特别好的时候就落单 这就是销售策略 这也是处理问题最有效的方法 说明是必须要讲清楚的 同意吗 同意 所以这就是我们谈到反对意见处理 剩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在座所有的人 那么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行业做的销售的反对意见 跟我们今天提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们曾经做过调研 任何行业的反对意见不会超过十个 所有的反对意见 不管用一百种问题问出来 最后归类大约都不会超过十个 那我们在座的朋友 你们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在座的企业家和领导人 是否也遇到过一些营销上的问题 把你们过去遇到的问题 和经常遇到的问题可以提出来 而你们所遇到的问题 虽然你们在座的都月收入十几万 几万 但是记住 刚做这个生意的人 他们会跟你们遇到同样的问题 谁解决的速度快 谁成功的速度就是最快的 那请在座的来提出 你们遇到最多的问题有哪些呢 好 好 我们优秀的领导人王娟老师 小琪老师好 你好 那个做这个事业 是不是直销 OK 好来一个掌声鼓励一下 我们请坐 好请坐 其实我们来想象一下 如果从反对意见处理的模式当中 当有人说 小琪老师 我们这个经营的声音 有很多人问 他是不是直销 有点像直销 这个时候我们处理反对意见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认同 你好刘总 您提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 那第二个问题应该是怎么办 法文 应该问他什么问题 你喜欢直销吗 你了解直销吗 一定要问这个问题 记住 当他问你说 小琪老师 我感觉到 我们这个好像有点像直销 你签名 我们不是直销 我们不是直销 他说那我不做了 为什么 我喜欢直销 你看 丢了一个客人吗 那我们是直销 我们是直销 我不做 为什么 我讨厌直销 而且又丢一个客人 所以在没了解对方需要之前 你永远都不能回答他的问题 所以当人问你说 是不是直销的人说 你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 我想了解一下 除了这个问题以外 还没有其他的问题 协会锁定问题 没有了 我只是想了解 或者说 有啊 我感觉好像不太适合我 这个问题提的也很好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没有了 这两个问题对您来讲 哪一个最重要呢 不太适合我 听清楚了吗 那个已经解决掉了 然后接下来问他 那你认为最不适合你的有哪些呢 因为你看 你们做直销的 老说老说 我这个人口才不好 老四处跑啊 找人 我感觉也不太适合 他的潜意识已经锁定 我们就是直销了 同意吗 所以他们人不适合 然后我们就会问他 那你了解直销吗 我不是特别了解 你喜欢直销吗 我不喜欢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如果我们不吃直销 又能够让你很 在这生意中赚到钱 你会做 那我就会考虑做 只要不是直销我就做 然后我们会问他 那你认为直销有什么优点和不足吗 优点我倒不太清楚 但是我不喜欢 我说你不喜欢的主要原因是 那些老是说来没完没了 烦了 每天都揪的 我就感觉我特别不喜欢这些人 也就是说直销行业不分好坏 是因为那些人你不喜欢 对吗 对呀 我是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直销在我的眼里边 我认为任何行业没有好坏之分 只分什么人在做 那么好坏也不是你我来定义的 合不合法 更不是你我来评价 有国家的法律法规来制定 我的四节里面 在我的角度 我来是看待直销 我是这样看的 好坏参半 任何行业都有好的一面 也有坏的一面 直销在我的眼里 第一个不好的地方是 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 人讲物与类聚 人与群分 但在直销里面 有的时候体现不得是特别明显 层次落差比较大 所以会让一个优秀人 进入一个很差的环境 就接受不了 一个很差的进入优秀的环境 他又不适应 所以大家就感觉到不太好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在目前来讲 在中国来经济这个生意当中 很多法律法规不明朗之前 很多人在投机做这个行业 在破坏这个市场 所以一个有责任的人 有善良正义感的人 就不愿意轻易选择这个行业 这是我所看到的 那我认为 从经元的经济角度来讲的话 这两点是跟他 有两点跟直销相同 有两点不同 第一 跟直销不同之处在于 我们所有的合作伙伴 必须是法人 公司负责人 才有资格来跟经元总公司签约 因为我们做的是连泽家 还有第二 在直销的经营 直销它是自然人 团队计筹 个人都可以做的 在我们这里不是法人 不能做 那还有一点 在直销经营的过程当中 大家很多时候都会发现 在直销里面 消费者也是经营者 叫生产消费者 而我们这个生意 经营者就是经营者 消费者是消费者 我们要把产品卖给客户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不同之处 但是我欣赏直销两点 所以我们公司有两点 跟他很接近 那我们有我们的利润链 就是我们所有的加盟店之间 我们的利润是共享的 因为我们开拓的市场 我们享受我们应有的利润 那还有第二点相似 直销注重教育 我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就是我们的教育系统 同意吗 同意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小金老师您好 在开发市场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加盟店 他们现在也存在 和客户沟通的时候 也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和一些男士的一些客户谈的时候 他们会提出 这个生意不太适合我 因为我们金元 这个健康调整型素身内衣 主要是针对女性 所以说他们就会提出这个意见 非常好 来掌声鼓励一下 也就是说 你很多的合作伙伴 加盟店 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 就是说很多老板是男人 很多沙漠公司 或者企业的总裁都是男士 他们经常会提到说 你们金元是做女人的生意 做女人内衣的 我们男人没法做 对吗 对 好 从处理问题原则 第一步是不是认同他的问题 刘总 你提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 很多人都提过这样的问题 那刘总除了这个问题以外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如果他说 哦没有了 就是这个问题 那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 男人可以做 你会做吗 当然可以做了 OK 那我们开始说明 你看刘总 我不知道你是否相信 卖卫生巾的 卫生巾是女人用的产品 对吗 未必都是女人 你同意吗 同意 那么同样 小孩吃的奶嘴 卖奶嘴的 未必都是小孩 对吧 生人做的是生意 卖的是需求 您说对吗 在这个世界上 女人对美的需求 是永无止境的 您说对吗 而我们的内衣 就是帮助女人塑造美 得到美的最有效的工具 您说对吗 所以今天您做的是生意 您说是吗 只要产品有需求 客户需要 根本不分男女 您说是吗 而且还可以做到优势互补 你相信吗 同样是说女人的身材 男人说的力度 要比女人大十倍 很多人都说 胸部下垂 对女人的身材的美 是最不美观的 女人都在说 没有人记住 当男人在女人身边 就说你看 这个胸下垂 感觉到特别衰老 马上他就这样了 是不是男人说的话 女人更重视 您说对吗 所以我相信 通过这样的交流 您也一通会认可这个生意 对吧 有没有发现 处理任何问题 只要运作模式 没有处理不了的问题 对吗 好 下一个问题 好 下一个问题 小西老师您好 你好 通过这几天的学习和培训 使我对企业的营销 有了一个重新的定位 真的是让我受益匪浅 但是呢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不是在北京 我是从外地来的 那我想知道 你是从哪个城市过来 我是从上海来的 上海 对 我想知道 如果我在上海 我想操作这个项目的话 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合作方式 一个怎么样的操作 OK 来掌声鼓励一下 来回答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 分成两个角度来理解 第一个问题 是可以同庆来提出的问题 第二个代表客户提出的问题 可以吗 可以 客户会经常问 我在异地外地 我如何来做经营员这个生意 对吗 而且我做可以 我把货进回来 我怎样才能做成这个生意 对吗 所以这个从销售的角度呢 他就已经不再是反对意见了 你是要 他要做 给他一个理由了 那我一般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谈到 你看那个 童小姐 你提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通过你提到这个问题呢 也能足以证明 你是一个优秀的经营者 你是想把它 作为一个生意来经营 对吗 我这一个问题 是不是已经肯定了 他的正确的想法 已经锁定了客户 已经要成交客户了 那我就会说 如果我们能给你 更有效的方法 适合你在外地经营 你就会来做这个生意 对吗 是不是一个挑战的问题 又问出去了 他说对呀 接下来我就说明 是这样 如果说你现在在异地 来做我们这个生意 有两种选择 更适合你 第一 你先来我们的北京 或者我们的从都 来我们的总公司 来我们的市场里边 干嘛呢 跟这个市场优秀的企业 待上30天 或者是15天 或者是10天 都可以 最少要待一周7天 在这7天当中 你跟专家在一起学习 只有你是专家的时候 你才可能成为赢家 你能说对吗 所以你来到这里学习以后 带着专业的方法 可以回去 最主要 我们有我们系统的 所有的工具 我们系统 所有的专业课程 都可以通过这项的VCD 来学习 所以异地 第一种模式 是来这里学习一周 带上工具 回去运作市场 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这是第一种方案 第二种方案呢 是由于你来做外地市场 一定有优秀的领导人 和企业家 跟你谈过这个生意 你才要做 对吗 而那个企业家 就是你的合作伙伴 他一定已经是在 这个生意当中的专家了 如果他不是专家 他的合作伙伴 一定是专家 那么这几位专家 就可以来扶持 你的上海市场 他们飞到你的上海 跟你共同来开发上海市场 因为上海市场 同时也是他们自己的市场 只是因为你在上海 那有专家来到你本地 来帮你做 这就是你成功 更快的一种方法和策略 你认同吗 同时专家来的时候 会带上几套 或者几十套 这样的工具 放到这个地方 只要有人要做成一千单 马上他就配上这套工具 他每一天都可以来学习 每一个环节 那么他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 学到专业 记住一点 在任何地方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是不是专家 如果你是专家 你在任何地方 你都可以做成 如果你不是专家 你请到专家跟你合作 在任何地方 你依然可以做成 您说对吗 对 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下一个问题 小吉老师您好 你好 很早的时候就听过您的课 那么我也拥有一张 那个销售 顾问是销售的光盘 那个光盘在店里 给员工看了 就是提高了我在销售其他产品的这个速度和这个数量 那我们现在遇到就是有的那些朋友们啊 他们也是经营过其他的品牌的内衣 他们手里的压了很多货 压很多货 这时候呢 他们就觉得反正我手里已经有了很多货 还没有卖出去 那我还在打单 在进货 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来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那袁明老师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 那么在经营媒体行已经有多年经验 那我们来看 当顾客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处理反对象原则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看刘姐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而且我相信你能提出这个问题 就说明你还是很看重媒体行业的 以前之所以进了这么多的产品 是因为你认可这个行业 对吗 他说对啊 但是我现在压了太多的产品 那我想问一下刘姐 你压了这么多的货 您认为如果您自己去做销售 大约多久你会卖煤呢 他说我都不想卖了 因为这个产品都已经怎么怎么样了 怎么怎么样了 公司都不服食 没有人帮 然后顾客有很多问题 有可能他会提出这么多问题 或者说我就是自己去卖 我也不知道多长时间都卖完 这个时候谈到 你相信专家就是赢家吗 那我都相信 如果这些产品 您自己在这里销售 有可能三个月六个月 您依然卖不出去 对吗 就是啊 卖不出去你就不会有任何利润 对吧 那请问 如果今天你没有 是因为有货 你没有加盟金预员的话 也就是说你的货 依然还是卖不出去 对吗 但是货卖不出去 并不代表你的客户 不需要这些产品 是代表什么 我们不会销售 对吗 或者你也想销售 是因为你不认可这个产品 或者不知道这个产品的卖点在哪里 或者很多人提出了很多问题 我们解决不了 对吗 问题永远都有 但是在专家的眼里和手里 它没有任何问题 产品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由于你不专业 才导致出很多问题 当然也有很多产品 从一开始的设计上 就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它低关就不是专家 所以它未来就会导致更多的问题 但是有一点 如果你今天不做这个生意 这些产品也肯定很难销售 假设你今天做了这个生意 请想象一下 假如您做了这个生意 第一个好处是 由于你有了这样的能力 是不是可以提前增加收入 金元的产品销售出去 是不是增加了利润 您开店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库房 而是为了赚钱 对吗 所以如果你不做这个生意 你的利润增长永远的上不来 对吧 是不是您做了这个生意 就可以马上增长了你的利润增长点 最主要是不是也可以提高了你的能力 如果你原来的产品不是质量问题的话 是不是依然可以卖得更好 因为有了能力跟方法 卖什么都一样 对吗 我们袁彬老师就是最经典的案例 在跟我们合作的三个月过程当中 他的化妆品 当他分享的时候 是谈到最高的记录做到了多少 两个月卖了12万的化妆品 当时幸福地找到我们说 小季老师我开店这么多年 可没有这么过时候 他为什么两个月可以卖12万的化妆品 甚至他学了我们三个月的销售以后 发现销售是相通的 对吗 所以你有了能力 是不是其他的产品也可以卖得很好 如果是属于有品质的问题 那就不要去做了吗 你卖一件杀害一个客户 还不如不卖 您说对吗 卖更好的不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您说对吗 小季老师你好 因为做了一段时间 金语言有很多加盟店 给我反映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们说的都很好 但是我不感兴趣 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 我们双旭老师呢 提刚才这个问题说 很多人说我们说的都很好 但是我不感兴趣 通过这个问题来讲 我暂且先不给你们处理反对意见 先说一个销售的问题 它是属于不会销售导致出来的问题 因为销售不是说你想说的 卖你认为好的东西 而是卖个需要的东西 所以你在销售的时候 由于你卖了你认为好的东西 所以他才说我不需要 如果从销售做对了 这个问题就会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加强 我们的合作伙伴的销售 很多新加盟的人的销售策略 学会了 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假如他会告诉你说 我不感兴趣 那这个反对意见处理 依然用这样的流程来处理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您提这个问题非常好 那您主要不感兴趣的原因 是因为哪些呢 是因为你对产品不感兴趣 还是对公司不感兴趣 还是对我们的系统不感兴趣 还是对赚钱不感兴趣 那很多人就会给你一个回答 那你要问他 你对哪些不感兴趣呢 他说也说不出来 所以要引导 要引导 那或者是直接正面问他 说那您不感兴趣 那您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您做生意敢对赚钱感兴趣吗 您对美的追求感兴趣吗 对成长感兴趣吗 他说那好啊 我们这里有成长 我们这里可以赚钱 我们这里有优秀的团队 通过感兴趣又做成交 这个问题是最简单的问题 问他感兴趣什么 然后就说 那如果我们这个有 你会做吗 他就会跟你合作 往往说我不感兴趣 要没时间呢 他都属于表象的反对意见 不是实质的反对意见 记住所有人不跟我们合作 我说过就两个原因 不相信公司产品和制度 不相信他自己 你把这块给他解决了 基本都会跟你合作 还有个就是不相信他自己 那告诉他系统的力量 不相信公司 不相信产品 不相信利润的 就讲公司 不相信自己的 就给他讲系统 那就所有的人都会跟我们合作 好不好 好下一个问题 通过今天的我们这种反对意见的处理 我觉得真的我的收益匪浅 但是往往我们每次和美容院 在我们找合作伙伴的时候 会谈到一个问题 有些美容院呢 他说我的这个客源比较少 那你们这么高端的这个产品呢 我怀疑在我的美容院销售不出去 我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好 这个问题非常好 来谢谢我们的飞亚老师 好 那飞亚老师也是我们的行业的媒体专家 也有过很行业的经验 那首先这个问题呢 当对方说我们的店内的客源不够多 高端客户少 所以啊 我们能适不适合在店里销售 适不适合我们来做 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您提这个问题非常好 很多人都遇到您这样的问题 但后来我们发现 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合作的主要原因 你在回答他这个问题之前的步骤呢 是认同 然后发问 按照流程来走 首先记住任何问题出现以后就说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很多人都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那我想了解一下 除了你刚才谈到这个问题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只要有其他的问题就一起把它解决了 要没有 他说就这个问题 说那好 今天是不是就说明了 那我想了解一下 如果说你店内没有销售这样的产品的话 您大约有多少个客员呢 这个了解客户才能做好销售 他说有一两百个会员 那首先我们要记住 产品的价格永远不是关键所在 关键是价值 你们同意吗 会销售的是卖价值 不会销售的才卖产品 那个客户他是在卖产品 认为这个东西四五千块没有人买 但是如果你卖的是价值呢 你可以反过来说 那请问你的两百客人当中 有没有人对媒体感兴趣的呢 他说都对媒体感兴趣 那对媒体感兴趣就会做精油仪器 对吗 请问你认为他是为了做精油 还是为了做仪器 还是为了要效果呢 为了要效果 如果效果好的话 让他多花个 比方说做精油仪器下来有可能是一千多 如果效果好的话 能够花个三五千块 能够保证他有效果的话 你认为他会不会消费啊 他说真的有效果吗 那如果效果是真的有的话 你认为他会做吗 他说那就没问题了 所以客员 现有和消费不是问题 关键在于怎么去做销售 第二个他说 那我没有太多的客员 我就三四十个客员 你就说 任何公司 你有可能都不去选择 但是这个机会 你一定要选择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就会懵 为什么 你说因为 这个生意 他有最优秀的教育系统 244系统 他可以教会你营销 你要想提高美容院的营业额 必须要做好三件事 一开发客员 二增加客户的消费频率 三增加单次消费金额 开发客员 没有销售和营销能力 你根本做不到 所以在这个生意当中 恰恰你可以学到 小齐老师 以及系统 很多领导人的课程 您说对吗 在街上买我们这一套盘 要一百个块 对不对 那在我们系统当中 那么你是不是 还有一定的折扣 在外边 你花几千块 要听我一堂课 在系统里面 你们经常免费听我的课 对吗 所以让他可以学到 我们的课程 那么提高他的能力 是不是就解决了他的问题 您说对吗 就是说 所有的反对意见 记住认同发问 给他说明是什么 说明就是要给他 一个合作的理由 就成交了 同意吗 好 下一个问题 小齐老师你好 在我经营了金额园 这个项目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发现了一个现象 是媒体内衣 这个项目进入美容院 已经不是问题 那么会出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有很多的老板 说我们现在还在经营一款内衣 但是卖的不是很好 OK 来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其实这个问题呢 直接就可以把它成交了 首先处理流程还是一样 说你看那个刘经理 像您提这个问题 我认为特别好 因为现在美容院 很多都是您这样的问题 那你能够提前进去 就说明你的观念 比别人超前的多得多 这就是一个优秀企业家的 最大的优点 那卖的不是很好 我相信这与我们的专业 就是专家是否帮我们做到 也有直接的关系 我不是很清楚 你除了这个问题以外 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导致我们现在还不能合作的 然后呢 就说暂时没有 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那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 您会跟我们合作 我说当然可以了 你们怎么能保证 我们的货好卖呢 然后这个时候 我会跟他谈到 您认为不好卖的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你在销售过程当中 顾客没有买呢 很多时候就会把他问住 你知道吗 因为对方说不需要 太贵了 这么贵的 谁要穿又不舒服又紧又勒 然后你看 孙总 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讲 你没有发现 刘经理 你刚才所有的这些问题 都是因为不专业而导致出来的 你相信吗 我们在一起合作 跟所有公司最大的不同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专家团为伍 我们都是专家来帮你亲自解决问题 那么问题到专家时就不是问题了 所以如果有专家来亲自帮你做第一次销售 你要学他们怎样做销售 你愿意跟我们合作吗 他就说 那当然可以了 因为我们以前就没人交没人管 就是把货进了 就陪陪去就说让我们去卖吧 所以我们不同 我们244系统要求叫学做交流程 那么第一单会由我们专家 店长下店帮你销售 配合你在销售的时候 你来学 他在做 当你会做的时候 你再教别人 这是我们跟别人最大的区别 当你会卖的时候 才会卖得很好 所以卖不好 只能证明你不会卖 您说对吗 OK 这个问题出了 小西老师你好 通过跟您这段时间的学习呢 使我们店的销售 已经越销售业绩翻了两番 太棒了 现在呢 就是我的业务员 还有我们的新加盟店 去开拓市场的时候呢 有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反对意见 就是有的商贸公司的老总就说 我已经经营了两三个品牌 我现在没有再多的精力 在经营我们经营员 OK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好谢谢 那如果我遇到这个问题 我就不再讲流程了 你们往外面听 看看我用了哪些策略和方法 我会谈论 刘总你看我们通过刚才交流 我认为您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 能够把精力集中在你首要的工作上 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那我想了解 你现在这两个品牌经营的过程当中 做的最好的是哪一个品牌 他就会提到一二三 那么哪一个做的 还是你不是特别满意的 有没有 他说没有都很满意 那如果说你经营这两个品牌的目的 是不是为了更好的占领市场 和获得利润最大化呢 他说对呀 如果同样的产品 可以让我们占领更多的市场 同样的利润 你会不会有兴趣再多了解一点 他说我没什么兴趣了解 因为我现在没时间了解 因为这两个东西已经让我忙不过来了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他谈到 你看刘经理 你强不过来 就是说明你的时间已经排得很满 对吗 优秀的人未必靠自己做事 可以让一群专家帮我们来做事 这个观点你认同吗 你今天拥有的是最 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你的资源 你的网络 你的市场份额 对吗 而我们这个生意 如果不需要您花费你的精力跟时间 只需要把你的资源做最有效的整合 您说这样好吗 他说那怎么整合 可以吗 如果可以的话你会合作吗 那都看看怎么整合了 整合的时候 其实作为我们合作的是整合第一条要考虑 不能伤到我们的人脉 您说对吗 首先要确保这个项目值得我们选择 公司有实力 产品有质量 好的教育体系 那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你所有的人脉关系是你的资源 也是别人的资源 对吗 反过来你也是他的资源 对吧 在我们整合营销的那种VCD教学当中 你可以学到 那么所有的人脉都是我们的资源 但是你也是别人的资源 今天成功的速度取决于你整合的速度 不是你去整合你的资源 就是别人来整合你的资源 谁整合的速度快 谁的利润倍增的速度快 人们都说人脉等于钱脉 你有这么多的人脉 但未必就等于钱脉 除非你把它整合回来 您同意吗 用我们专家团来帮你整合成为你的钱脉 你有兴趣吗 他说那没问题 那就可以合作了 好 下一个问题 小薛老师你好 你好 我们在团队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就是加盟店在跑业务的时候 就经常会碰到 部分美容院就被传统行业已经惯坏了 经常会问 你们说的东西我也认可 可不可以扑货 OK 好 来掌声归一下 那刚才他提这问题非常好 那我们谈到 有很多老板要求我们给他去扑货 当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还是用同样的策略来问 那首先要问他 你看刘经理 你提这个问题呢 很多店老板都提过 那在我们的公司当中 我们是不允许给你扑货 您知道为什么吗 他说为什么你们公司就不能扑货 那很多公司都可以扑货 谁扑货我就卖谁的 那这时客户就会提到这一点 那首先大家在处理这个问题之前 要保证一个点 要保证一个原则 在金元公司经营过程当中 公司的营销省就当中谈到 任何经销商没有权力去给任何店内做扑货 为什么不允许去扑货 多一个销售通路没什么不好 但是记住 扑的货绝不会卖得很好 因为我们所销售的产品 它是属于专业线的产品 它必须是专家量身配码 才能把产品卖得很好 客户满意度有多高 取决于是谁在给他穿这套衣服 由于专家穿完以后 客户所有的问题都不会有 由于他不是专家 就像以前的有个反对意见提到 压了很多货 他为什么会压很多货 因为他不是专家 他就卖不出去 所以你给他扑货 他也不可能卖得很好 但你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绝对不能跟他去争论 我们不能跟你扑货 因为什么什么 那你首先要问他 那我想了解一下刘经理 你们以前有过公司给你铺过货吗 他说有过 谁谁谁 你卖得很好吗 一般了 那您知道为什么卖不好吗 不太清楚 这个时候你跟他说明 是因为不专业 然后你告诉他 只有专家才是赢家 如果你进了这个产品 有专家来亲自做销售 亲自教你怎么去做 然后你学会怎样去做 有专家来教 你认为你会不会去学习呢 他说那如果这样的话 当然可以学习了 所以能力的提升 才有收入的倍增 卖不出去是因为不会卖 提高你的能力就等于降低了你的风险 你同意吗 你希望别人扑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自己零风险 对吧 而如果我们有专家教会你的话 是不是这样可以降低你的风险 您说对吗 所以这个问题是通过这个模式来解决的 首先确认你要寻找合作伙伴 而不是寻找投机者 如果是一个来投机的 你去帮他扑货 只能影响品牌的经营 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 好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这个模式来处理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小七老师您好 你好李维 通过这段跟您的学习 我已经掌握了一下我努力的方向跟方法 在我带团队的过程中呢 我底下的加盟店呢 也有过跟我提出的问题 就是他全部都谈完了 但是呢 最后呢 客户呢 还想再了解一下我们的公司 OK 好 这个问题非常好 来 那刚才李维老师谈到 就是说他很多的加盟店 在跟别的加盟店 在谈单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东西都谈完了 但他还想再了解一下 同意吗 同意 那这个问题在营销的过程当中 首先我们要来判断 顾客之所以还想了解 代表他想了解的还没了解到 您说对吗 对 你们等一下在看 以下光盘的时候 或者在听以后销售课程的时候 你们就会学到销售策略 当你有了销售策略的时候 这种问题都不会出现 因为我们在做销售的时候 我会把很多问题提前就避免掉 因为我们绝对不会 把我们认为该说的都给他说完 我叫做销售 我从来都不会说我认为该说的 我只说客户想听的 所以我当我见到一个总客户的时候 我会问他 你看刘经理 如果我们做一个项目选择的话 对您来讲 哪一点最重要 比如说公司的实力 产品的品质 教育系统 利润空间 对您来讲 哪一点是您最看重的 然后他就会说 我最看重公司的实力 我认为这四点都特别重要 如果这四点都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你认为你会选择这样的一个项目吗 然后他就说 那当然会选择了 我们才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这个问题 一定是在销售过程当中 处理反对意见的时候 没有锁定问题 没有挑战问题 所以才会遗留下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问他 那你现在还有哪些问题 除了这些问题外 还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都帮你解决了 会不会跟我们合作 还想了解公司 想了解公司的产品 还是实力还是哪一个方面 他会说出来 如果这几方都让你满意的话 你认为你会跟我们合作吗 这时候就来做定 假如到最后 什么都满意了 他说那我还想考虑考虑 很有可能他不是决策人 他不敢直接做决定 但是他为了碍于面子 又不能说出来 你也不能揭穿 然后就说这样 任何一个好的生意和机会 我们都不需要马上决定 替客户着想 永远是销售最有效的策略 那这样好不好刘姐 生意早晚都是我们的生意 早做晚做没有关系 只要了解适合自己 早做就早收益 您说对吗 我相信以你的智慧和能力 您非常清楚 该选择什么和不该选择什么 适合你的 你一定会选择 不适合你的 让你做你也不会做 您说对吗 那这个事情的回去以后 可以跟你的朋友去交流交流 也许你想回家跟别人商量商量 他就给他做一个铺垫 他说对呀 我就想回去跟别人商量商量 接下来开始给他打一个预防针 你看刘姐 我特别认可你这个问题 征求别人的意见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但是我想跟你分享一点 在我们人类的生活过程当中 我们人也有个坏的习惯 就是每当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习惯找别人咨询 当问别人的时候 跟别人商量的时候 我们忘了问自己一个问题 你问的这个人 有没有资格回答你的问题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都把自己的命运 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我认为能不能成就一个生意 关键在于这两个字决定 当你决定要的时候 你就是成功的开始 当你怀疑的时候 就是失败的开始 您说对吗 所以对你来讲 这只是一个决定 还有一点 你想跟任何人商量 跟谁商量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想要哪两个字 是成还是败 想要成功 就最好跟成功者交流 向成功者请教 因为他给你 给你最好的方法和策略 你也可以向失败者咨询 不管你问任何人回家 你问的这个人 他告诉你行的人 一定是因为他自己做过行 看到别人做过行 他才会告诉你行 说不行的人 一定是自己曾经做失败过 或看别人失败过 所以才说不行 所以我们绝对不应该 把自己的命运 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而应该放在自己的手里 您说对吗 用心去琢磨 我处理反对间的每一个流程 倒回去一个一个的重听 最终你一定会成为 营销领域的权威和专家 坚信你们是最优秀的 谢谢你们 谢谢 朋友您相信吗 您也可以足不出户 成交全国甚至全球的生意 您也可以通过一到两年的努力 轻松实现您百万的梦想 一台电脑轻松创业 互联网上快乐赚钱 中国日化第一品牌 龙力奇与飞鹰网商国际系统联手 为您开启网商时代 这是一个平台 一个普通人创业的平台 这是一个机会 一个平凡人改变命运的机会 想成功 找飞鹰 飞鹰网商郁杰团队 欢迎您的加盟 咨询QQ 125532834 12555 32834